我是影彤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接着要来关注今天的政治焦点 那就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争议 连环报 昨天又被揭露 5月的时候 已经拿了现金4300万元 买了一个商办 尽管柯文哲在事后承认 是要作为个人的办公室 来进行使用 但现在又被民进党 台中市议员周永恒曝光 他曝光了什么 也就是租认契约 还有租约转移申迷书的质疑 他说商办到现在 都还有人在乘租 而且这两份合约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是知道 这个房子是在出租的 那当时柯文哲不是说 这是他自己的办公室 要来进行使用 但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包租工 他到底是要自用 还是要收租 而面对这样的质疑 今天民众党也发了一个声明 他们说他们的原意 就是让原有的租客 留到租认其满 后续再供给个人的办公室 进行使用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低调买下济南大楼商办空间 说要当个人办公室使用 但却被爆出 办公室已经乘租出去 明明说好要自用 但拿出租约看一看 租赁期限从一百一十二年五月一号到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三十号长达两年 另外租约转移声明书也明确写下甲方于五月十号出售换屋 约定乙方与新屋主六月二十六号订定换约 就这么巧五月十号买下这栋建物的所有权人就是柯文哲 说你要做办公室自用 但是问题是办公室自用 你怎么会去找一间长期在租人的 面对质疑民众党回应 基于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才让原有的租客留到租赁期满 后续再供个人办公室使用 不过房市争议还没落幕 前幕僚张艺善又曝光 柯文哲选举黑历史 一个会议他说难道要叫我老婆去抵押房子 那我就帮他做一个精算 我就算票给他看说 因为算的结果是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后来只拿五十八万票 还亏损了两百万他还蛮生气 上网的人太多就当机了 募资平台一上线 才短短九个小时 柯文哲就募到一千三百一十万元 用于活动和宣传 再靠小儿现金打完选战 结果也证实柯文哲不止可以用捐款 打选战还能顺便还房贷 柯文哲争议连环报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原定二十八号 要举办居住正义讲座 也临时喊咖 该如何挽回急速下滑的声量 民众党预计二十九号召开记者会澄清 一一打消外界质疑 华人新闻科举林凯钧台北 采访报道